有人说主播这把打完别打了 我要给他点单换我来 你像你妈个魔教老色皮 这个小姐私底下点应该是很点劲的 这一名资深的老司机 让我害羞 你老是让我害羞干啥呀 你发一张凉快的照片 老板就马上害羞了 我一般看到女孩子穿的那种非常短的衣服 我就会脸痕 好了 你看到我吗 小姐声音挺好听的呀 真的 你的声音有点像那个嫦娥 嫦娥呢 他们说有点 我身边的同学说有点像那个杨幂 杨幂啊 那你能不能说一下那个 那个 那个叫啥来的 就是 兄弟们这个小姐声音这么好听退什么单呢 别装啊 都是狼何必装养呢 你们一个个装的跟个鬼一样 不喜欢的 你为什么骚立骚气的 你是不是 犯病了你 我这不是怕你紧张吧 你是不是 我这不是怕你还害羞 我害羞啥呀 因为我想听 就是我想感觉到你 你害羞的样子 我毕竟跟这么好听老板金斯大游戏对吧 我怎么样也得表现一下 不然的话 你又是给我差评了 那我 那我会哭的 我会哭给你看的 没事 问题不到 我 我 比较后期 你都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怎么感觉你在做那个不可告人的 你是不是一边打游戏一边在做运动呢 你 声音老抖 我怎么老是抖 我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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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在想 因为 小时候有学过芭蕾 然后所以说 因为 然后后来没有坚持下去 讲大话 有点功体 还是会皮肠的 哦 你还会皮肠 所以说我 所以说我的技能 都就 你可以慢慢发现 小姐身材你多高啊 我一米六四 健身高 你一米六四看起来怎么像一米七四呢 我腿长啊 小哥哥 今天人家很好看的哟